今天我们来介绍南瓜玉米面棒的做法 用南瓜泥和玉米面 再加燕麦片和红枣干 还有黑枸杞增加自然的甜味 这样吃起来不放糖都有甜味了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备齐食材 把南瓜洗洗去皮切块 入锅蒸约15分钟左右蒸熟 南瓜趁热倒进玉米面里搅拌均匀 把提前准备好的红枣干和黑枸杞碎放入 合成面团以后盖上醒一会 如果想吃软和一些的 可以加点酵母比较好 面团形好后 取出来用手搓揉成长条 切成大小均等的小份 形状随意哈 全部做好 放到垫了笼布的蒸笼里 然后中大火蒸制 水开后计时20分钟即可 又软又甜的玉米面南瓜窝窝窝就好了 粗粮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 真是减肥的好主食 技巧 一 玉米面粉和面粉的比例 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口感来适当地调整 玉米面粉多一些口感会更硬一些 减肥期间做好玉米面和燕麦片都要多一些 二 如果喜欢吃软和的粗粮 可以加点酵母一起发酵 比较好吃 软和口感特别的好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